最熟悉一个人脾气秉性之人,可能就要算这个人的父母与妻子了,毕竟大多数父母都会见证子女的成长过程,而妻子更会彼此相伴度过后半生,作为大明国第三任皇帝的朱棣,最了解其性格的人,可能就要算他的结发妻子徐皇后以及他的父亲朱元璋了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朱元璋从一名乞丐一路荆棘走来,最终成为了大明开国之君,可谓是非常的励志,别样曲折的经历也让朱元璋成为了一位极具铁血手腕的君主。 对大明国朱元璋更是表现出了极强的把控欲,建立大明国以后,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,将异性功臣武将屠戮殆殆尽,随后朱元璋又将十几位皇子封为藩王镇守四方,朱元璋这样做,是为了把大明国的军政大权牢牢掌控在朱家人的手里,朱元璋本人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之一。 朱元璋在临终前,曾吃力地重复喊出五个字,所有大臣却都装作没听见,正是群臣的冲耳不闻,才最终导致大明江山易主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朱元璋在还没称帝时,就极其宠爱长子朱彪,他将长子立位了皇太子,朱彪也没有辜负朱元璋的厚望,表现得十分优秀,但可惜没过几年,朱彪就因病早逝,朱元璋因爱物及乌的心理作祟,选择了朱彪的次子朱允文为新的皇位继承人,朱彪 朱长子夭折,朱允文虽然性格温和,但也有些迂腐,朱元璋担心自己过去以后,藩王们会对皇孙不利,特别是朱子之中最年长,也是性格最强势的儿子朱彪,很可能会带头反对皇孙朱允文,于是朱元璋便提前下了一道圣旨,圣旨中写到在自己死后,不许任何藩王回京吊艳,朱元璋不断为朱允文登基铺路,替孙子铲除了许多后患,但在临终之前,朱元璋的心思却有所改变,他想召朱彪回 并对儿子小之以情动之以礼,嘱托朱弟尽心辅佐孙子朱允文,毕竟朱弟在朱子中最年长,是藩王们的表率,一旦朱弟顾念父子之情,答应朱元璋临终托付,臣服于朱允文,那么其他藩王,必将为朱弟,马首是瞻臣服于新皇朱允文,朱元璋本是一片良苦用心,可没想到,朱允文和朝中重臣却认为,朱元璋在临终之际,赵燕王回京是动了更改皇位继承人的念头 于是在面对病榻上朱元璋喊出赵燕王回京时,群臣和朱允文都选择了装聋作哑,就这样,本就有矛盾的一对书职,就此错过了最后一次化解矛盾的机会,临终之际的朱元璋,赵燕王回京,是想化解儿子和孙子间的矛盾,还是想要更改皇位继承人,人们不得而知,朱元璋临终前的想法,也成为了后世史学家一直在争论的一个历史谜团 朱元璋临终之际,朱棣曾不顾藩王不准进京的旨意,想要再见父亲一面,但却被新皇朱允文阻止,这也成为了朱棣发动静难之意,愤怒的根源之一,之子莫若父,果然如朱元璋所料,最终面对侄子的不断逼迫,朱棣选择了起兵谋反,朱元璋本想利用十几位藩王为大名戍边,让他们成为新皇朱允文的壁住, 谁曾想迂腐的朱允文却过于急躁,在皇位慰稳之时,就急于削藩,兄弟被皇帝侄子逼死,侄子更是不让自己见父亲临终一面,这些都促成了朱棣起兵谋反。 人们熟知静难之意,却不知静难一词正是朱元璋留给朱棣的,西年朱元璋在分封各地藩王的同时,还将静难一词写入了《黄明祖训》中,朱元璋在祖训中写道,当朝中吴正直大臣,奸臣横行的时候,藩王们可以兴兵诸讨,以清军策,另外在静难之意的过程中,朱棣曾率兵攻打济南,长达三个月之久。 当时朱棣大军不但久攻不下,朱棣本人还险些死于济南守将铁炫手上,铁炫正是利用朱元璋的画像和排位聚敌,让朱棣绕道而行,这些都说明朱棣是畏惧父亲朱元璋的。 惠为父命是从纵观历朝历代的皇位斗争,除了兄弟手足之间,父子之间为了皇权,也常常互相残杀,汉武帝那么英明神武的皇帝,晚年都怕皇位被儿子惦记,于是听信谗言,错杀了太子,可朱元璋却不同,他巴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朱镖,有时候,太子会为了提前登基,而使君杀父,但朱元璋毫不担心朱镖权力大了,会对他不利,朱镖从小被他带在身边。 学习如何处理朝政,尽管朱元璋的儿子越生越多,他却从未动摇过对朱镖的爱的期望,12岁。 朱镖还未成年,就已经开始带朱元璋进行祭祖的相关事宜了,其实朱元璋大可不必那么着急为朱镖的地位铺路,但他太爱朱镖了,明明自己正直壮年,却迫不及待地要为朱镖树立威信,这使得朱镖的弟弟们打从出生起就明白,自己这辈子都跟皇位无缘,一开始就知道的事情, 并没有真的意义,所以他们对朱镖都很尊敬,算是提前在未来的皇帝面前。 正点表现,朱镖在的时候,朱镖从未有过反叛的心思,一方面是因为朱镖人好,哪怕是跟他不熟的人犯错。 只要问题不大,他都会帮忙求情,另一方面是,那时候朱镖背后有朱元璋百分之百的支持,朱镖就算有贼心,也没贼胆,朱元璋并不是对朱镖的表现全部满意,他嫌朱镖性子软弱,无论怎么骄,都没他那样的铁血风格。 因此,朱元璋又想了一招来壮大朱镖的势力,以免他将来嫁崩后,朝中有人不服朱镖管,作为太子。 手中的权力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如果换成其他皇帝,自己还没退位,太子就在东宫有了自己的班子,对皇权来说是巨大的威胁,但朱元璋不仅没觉得不妥,还觉得给朱镖的权力不够,其他朝代的太子,除了帮皇帝行使一些不痛不痒的职责之外,是要担任朝廷某个具体职务,历练本事的。 朱镖却不同,朱元璋正大光明地给他组建东宫团队,让朝中重臣支持朱镖的一切的行为,文有左右丞相,吾有长玉春,蓝玉等开国大将,朱元璋还给朱镖开了一项很大的权限。 他不在的时候,朱镖可以全权建国,任何决定都不用请示他,试问,在这种权力撑腰之下,朱地感动吗? 不得不说,没有第二个像朱元璋这样宠儿子的皇帝了,他深知朱镖性子柔弱,这方面不如朱地,但他从未有过益处的念头,总之一句话,儿子做得不足的地方,他都想方设法给儿子补上。 也许正是由于朱镖从小在宠爱中长大,没吃过苦,才养成了柔和宽厚的性格,朱元璋使用强烈手段诛杀大臣时,他都会站出来维护,基础打得如此牢靠,朱镖做好了随时登基的准备。 可是上天不可能允许这么完美的人存在,就在朱元璋洋洋得意,他为大明朝培养出了个百里挑衣的接班人时,37岁的朱镖,却突然病逝,这对朱元璋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,同时也让他其他儿子对皇位燃起了希望,大臣们也很惋惜,这意味着,之前东宫对明朝未来所有的建设都得推翻。 此时,朱元璋做了个人人都没料到的举动,栽培朱镖的儿子,不是其他皇子难当大任,而是朱元璋舍不得他一手建立的明朝未来,换个儿子,意味着全盘计划都得作废。 所以,朱元璋真是舍不得朱镖吗?朱镖是他心血的延续,他明明是舍不得自己对大权的掌控,朱镖的死,让明朝的历史走上了另一条路,朱允文虽然是他的儿子,性格却跟他不同,而且,朱允文没当多久,皇帝就被朱棣篡位,朱棣跟朱镖完全不像,这也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明朝的样子。 要是朱镖能好好地活下去,按照朱元璋的计划和他的性格去治理明朝,能想象那应该是一个比永乐盛世更繁荣的太平社会,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,朱镖也许会让百姓安居乐业。 但他缺乏朱棣那样的霸气,在开拓疆土这件事上,大约做不到像朱棣那样的成绩,一次,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召见郭德成,并表示,郭德成功劳不小,想要着升他的官职,对于中国古代的许多官僚而言,家官尽爵,自然是人生之大喜,可在郭德成,看来这却是取货之道,于是他细经上身,在感激朱元璋的厚爱的同时, 却又给自己来了一个庸暗无能的名头,翻译成今天的白话,就说是自己头脑不灵光,浑浑噩噩的,同时还说自己只知喝酒,不适合当官,有理有据,令人信服,朱元璋对于郭德成的奏队无疑是极为满意的,于是改赏赐好酒,钱博给郭德成,郭德成是傻吗? 显然不是,只是他太懂这位开国皇帝了,太懂中国历史的政治传统了,一如李善长这等开国六国公之首都能惨遭屠落,他又怎么不懂半军如半虎的道理,遑论他们郭家鄙食,已经是一门两侯爵。 以后宫宠妃的险贵高地了,事实上对于郭德成,朱元璋即便此时也仍未放松警惕,时常有试探之意,智囊全集里还曾记载过朱元璋试探郭德成的故事,一日,朱元璋又邀请郭德成入宫喝酒,同样是宫愁交错之间,郭德成不决又是醉了,而朱元璋则在其衣袖之中塞入了两定黄金,并告诉郭德成不要对外宣扬,可谁知,就在出宫之时,本在郭德成袖子内的黄金, 却到了其靴子之中,还被其故意露出,守卫自然,如实相报,朱元璋回复,是我赏赐的才算罢了。 这件事中,郭德成如若带着两定黄金出门成功,显然是守卫逊思,是郭德成用了手段,而郭德成若是按照朱元璋的不告诉旁人,没能成功出城门,难免又会落一个偷盗的口石,郭德成如此故意换位置,露出,则可以全然解决这些问题, 这里也不难看出郭德成的聪慧之处,同时也看出朱元璋的帝王心思,除此之外,下面的试探也堪称经典,一日,朱元璋命郭德成与之饮酒,眼见良辰美景,又有好酒作伴,功仇交错之间,郭德成竟是放浪行骸,断得是罪了。 朱元璋见此情形,称其为罪鬼疯憾,这郭德成摸了摸乱的头发,不由地脱口而出剃成光头,如此才好,却不知的是,这一句罪话已然触及了朱元璋的痛处。 原来朱元璋早年做过和尚,却因为不会讨好,被赶出寺庙,是以和尚也成了禁忌之词,对于郭德成的酒后失言,朱元璋显然已经心有余悸,可念及君臣之意并未惩罚他,但对于郭德成而言,这不惩罚却比惩罚更甚,因为皇帝之心深不可测,而如何应对呢? 但见过几日却传来了消息,这郭德成又喝醉了却真得进了寺庙,不仅剃了发,还身披袈裟,宛若真和尚无二,朱元璋听罢,疑心暂消,也就此作罢,朱元璋甚至高兴之余,还与郭宁飞聊起了这个荒唐舅子的事迹来,面对朱元璋,郭德成自然深知各种利害,否则也不会有红五四大案之中的千连甚广,数以十万计的被连作史实了,而郭德成给出的应对之法就是紫乌, 给自己打造一个狂放不羁,不安事事,疯疯癫癫的形象,如是也让朱元璋终于放下了对他的戒心,以至于自己在胡为庸案中郭德成都能被赦免